Hello,我是Inch Interior Design的設計師Sinthia Hi,我是設計師Coco 我們今天來到碧瑤灣1400的單位 因為這次帶大家參觀這個單位會比較大一點 我們會有什麼去看呢? 這個位於博富林的豪宅地自園一個單位 就是一街四有居住的 我們現在身處在這個環境正在裝修 我們會看一些磚、夾電和一些 panel 方面會怎樣安排 然後去設計師去跟進 這個單位其實改動都相當大 我們帶大家一起參觀一下 好,Let's go 來到大廳的另一邊部分 其實你見到我身後會有露台位置 因為扭鈴比較久 所以我們都建議更換鋁窗 而且這個大堂門我們都重新更換過 你見到其實在我們現在這個裝修的情況 其實鋁窗需要預先訂製好 然後露台的地磚 甚至室內的地磚都可以在這個情況下鋪好 而且就是因為你看到我們這個堂門其實它的範圍都比較大 所以其實這個就不可以足夠上升降機上來 其實我們就是特地找官員師傅要走樓梯上來 所以這些位置其實客戶都要留意可能有額外的收費 其實這裡我們做了一個隱藏門 推開隱藏門就是一個廚房的位置 廚房是一個女戶主比較著重的地方 以空間感為主 所以我們就拆了工人姐姐這間牆 其實本身是一個工人姐姐的房間和浴室 拆了之後空空感就會更加大 另外就是天花位置 天花位置我們就沒有用到傳統這個女天花的方法去做 而是做一個石膏板的風平天花 所以變相模糊碰口位置看起來也比較整潔 另外就是裝冷氣機、射燈都會比較一體 暫時你會看到冷氣機其實有保護做了 就是避免我們裝修的時候的塵活進去 影響到機器 好 進來我們這個位置 其實你見到我們這裡會有個走廊和圓關的位置 因為我們迎合我們的天花和地板之間的設計 其實在我們這個長身位置 你見到我們包上木板會做什麼呢 其實這個位置我們會做一個全高的panel 去修飾走廊的部分 而且你會見到這些位置我們通常就叫做打餅仔 打餅仔的做法多數是一些舊樓 或者是一些轉角位和panel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做的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會確保長身的平整度 然後再在後面釘上木板 之後做的panel就會更加完整和更加直 去到這個走廊的盡頭 我們在左邊 其實這個就會在一個客浴室的位置 其實在客浴室外面 其實我們都會做一個儲物櫃 讓護主可能放一些日常的毛巾 或者清潔用品 剛剛好可以放在這個走廊的位置 這樣修飾了它 就不會令到這裡有一個突压的感覺 入到浴室的話 其實你見到我們這個浴室的設計 我們另一邊會做了一個黑白分明的磚 這個磚的話 其實我們都建議選擇偏向大花紋一點 而且你見到磚的尺寸也會比較大一點 就不是一般見到的600x600 或是300x600 變成鋪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中間的碰口位和分界線就會比較少 所以整個感覺就會更整體 我們走廊這裡做一個維新 走到盡頭推開隱藏門 就是一個主人的睡房 主人睡房方面 現在做了一些板底 小餅 以防長生會曲 之後就會鋪雲 鏡面之類的物料 而木板方面 其實我們上面都已經做了一些窗簾殼 之後就會安裝窗簾 現在我們就進去衣帽間 衣帽間方面 暫時就做了油漆 之後就會安裝櫃 以及其他傢俱 而旁邊其實我們做了一個拖門 上面就有一個爐軌 之後就會推開隱藏門 進入一個主人浴室 主人浴室方面 其實現在這個階段 就已經鋪好磚了 這些位置就是等待傢俱到廣之後 會安裝的 而這些電線位 其實就是給我一些抹鬚 或者一些熱水爐 熱水爐它們已經一陣子出線了 之後那種鏡櫃安裝了之後 其實就會遮蓋了熱水爐 就會更加美觀 我們現在就工程的階段中 傢俱都接近了尾 如果想看這個單位完成了的效果 我們之後也有影片表演 記得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然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